大家好,我是大雄 现在整个世界有两个地方战争值得密切关注 一个是俄乌战争,一个就是以哈冲突 哈马斯在10月7日袭击了以色列 本以为觉得还会像以前一样 以色列也就反击一下 然后双方罢兵言和 但咱们也没有想到这一次把以色列彻底给惹恼了 以色列发誓要铲除哈马斯 10月29日 以色列召开了战争内阁记者招待会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 内塔尼亚胡针对记者的表达了三点 第一,战后以色列政府的每一个人都将接受检查 调查委员会将彻查这次失利的原因和责任 二,司法改革已经停止 不再出现在政府议程上 三,以色列不会为了人质释放而放弃消灭哈马斯的目标 这场战争的主要目标是消灭哈马斯 其次是让人质生还 第三点,彻底打消了哈马斯的幻想 也就是意味着哈马斯必定会主动的袭击 哈马斯自以为那些地道是隐藏在地底下看不出来 但是借助美国的摇杆技术能够清晰的看出地下有多少地道 有视频显示,以色列采用了一种新的炸弹 这种钻地炸弹能够让八枚炸弹同时引爆 我无从得知这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但由此能够看出 以色列强大的创新能力 有网友指出 这种方式是最好的破坏和哈马斯地道的方式 外界猜测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地道网的总长度约为500公里 路线错综复杂 很难被乙军空袭完全摧毁 因此以色列开始用新炸弹试图通过新炸弹的破坏作用 完全摧毁哈马斯的地道网 但这个时候哈马斯可能被吓住了 但已经晚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俄乌战争方面 俄罗斯在阿富地乌卡开始了疯狂的打卡 进攻形模式啊 但俄罗斯存在的明显的弱点啊 有网友评论说 俄罗斯军队既没有制空权 炮兵也不占优势 俄军靠装甲突击损耗太大 几乎没有收益 注定难以为继 感觉指挥层前率即穷 开始破冠破摔 根据乌克兰方面统计 短短不到半小时 到26日为止 俄军在马里林卡的阿富地乌卡 附近损失了5000名士兵 400多辆坦克装甲车 以及无数车辆和火炮设备单元 战斗烈度明显减弱 但据说俄罗斯方面仍有增兵的迹象 乌克兰丝毫没有再次退缩的意思 其实俄罗斯还是高看自己了 还是高看了哈马斯 对以色列袭击所起的作用 俄罗斯以为哈马斯袭击之后 世界减少关注乌克兰 那么自己突然发动袭击 就能够打乌克兰一个措手不及了 但显然乌克兰军队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军队 现在的乌克兰军队在跟俄罗斯斗争中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早就沿着以待 因此俄罗斯并没有占到多少便宜 看来打到最后俄罗斯唯一的继承 也就是自己的核武器了 但如果看了下面这个消息的话 俄罗斯恐怕会如雷轰顶 有媒体报道说 当俄罗斯以为有核武器时 美国早已完成了核武器的升级换代 换成了一个威力更大 精度更高的核武器 近日美帝推出了新动力核弹B6113 该核弹当量约36万吨TAT 是广岛原子弹当量20多倍 它将是美武器库中最强大的核弹之一 这种核弹真正厉害的精度和威力结合 它采用了B6112核弹的制导套件 苏俄核弹威力一贯的设计大胆 精密度高 这种角度威力与精度结合 能够产生对目标巨大的破坏力 可有隐形红杀机携带 一比较就能够知道了 俄罗斯相对美国差的可不是一行半点 有网友说现在的国际形势感觉很乱 如今的天下很像西州末期 代表秩序的西州正在结束 失去与混乱的东州正在到来 未来应该还会继续混乱 群雄并起天下逐鹿 也不是不可能 直到新的王者大秦王朝出现 直到天下重归铁续与统计 要我说 现在就是光明与黑暗的斗争 文明与野兽的较量 在这种较量中 如果光明战胜黑暗 文明战胜野蛮 那么世界秩序就一定能够重新的归正 乱不起来 但如果正义的力量不能在第一时间内迅速出手 猛烈的压制那些邪恶的声音或者是力量 真有可能会让那些邪恶的力量重新主导这个世界 幸好现在最坚定捍卫国际秩序的美国 其科技力量在世界上是出类拔萃的 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跟其比肩 2022年当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 最坏国际秩序不久 美国就鲜明的表态支持乌克兰 我现在已经读过了600多天了 乌克兰依然屹立不倒 在俄罗斯面前并没有被俄罗斯所消灭 不仅如此 经过战争洗礼的乌克兰越战越强 越战越勇 在阿富汀特卡成功的阻挡住了俄罗斯的反击之后 乌军在地涅薄河开始了迅猛的攻击 根据乌克兰总参部报告称 赫尔松地涅薄河前线 乌军正在地涅薄河左岸 持续增加兵力 各种的重型装备也都运到了各个桥头堡阵地 乌军在该战区集结了三个海军旅 三个轻装甲旅和一个重装甲旅 预计乌克兰将在此发动大规模的攻势 直到克里米亚半岛的北部边界 一旦乌军出现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北部 那就会让俄罗斯惊慌失措 一定会想办法派出主力援助克里米亚 只要乌坎成功调动俄罗斯军队 那么就会给乌坎以机会 昨天晚上在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 一个防空导弹团遭到乌坎发射的导弹袭击 电报频道阿斯特拉的消息来源说 导弹袭击发生在三日凌晨三点 地点是奥利尼弗卡村附近 俄罗斯国防部的一个导弹部署点 和一个防空团遭到了袭击 他们的消息来源报告说 有17名士兵在袭击中受伤 无辆车受损 其中一辆车无法修复 另外一家媒体强调 该地区确实有一个俄罗斯的防空基地 乌克兰国防情报局8月报告说 俄军一套最先进的凯旋防空导弹系统 在该村附近被摧毁 在乌克兰全国联合247新闻节目中 乌克兰发言人德米特罗普莱腾丘克 呼吁人们等待官方报告 我们应该等待关于此事的官方报告 他强调俄罗斯人因为可能的危险 而关闭了克制大桥 所以这里没有什么新鲜事 克里米亚的俄罗斯占领当局声称 俄罗斯黑海舰队在昨夜击退了无人舰袭击 塞瓦斯托布尔市发生了爆炸 俄罗斯人在30日早上关闭了克里米亚大桥一个小时 据乌克兰通讯社报道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办公室 战略通信部在电报消息应用程序上的一则帖子中称 10月29日30日夜间 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了暂时占领的 克里米亚西海岸的一个战略防空基地 在北京时间17时左右 塞瓦斯托布尔响起了空袭的警报 最后其上空又腾起烟雾 而且克制大桥再次关闭 此外 北京时间30日下午5点多 克里米亚的萨基市附近发生爆炸 当地有部分的地方停电了 我记得那里有一个空军基地 到目前为止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希望乌克兰军队能够在俄罗斯运动的过程当中 打一个漂亮的伏击 重挫俄罗斯军队 虽然目前美国把很多的精力放在以色列 但是乌克兰绝对不会因此而放弃反击 经过战争洗礼的乌克兰军队 一定会不断的前进 直到把俄罗斯侵略者 全部赶出自己的国土